Hello everyone 我在做这个 水豆豉 这个豆豉的这个 前面的制熟了 Fermenting the soybean 这次呢 我做的是这个 用蒸的,那么蒸呢 要方便一些,因为水不会 铺出来嘛,但是蒸有一个 条件就是要 注意这个蒸之前 要把它泡 Soak it in water for like a 10-8 hours 让它都泡的都膨胀了以后 然后再去蒸,蒸了以后 这样就比较容易熟透 煮的话也是要很长时间 那么都要煮到什么呢 都要煮到很烂,因为很烂的话 发酵才容易 透 要不然的话,很硬的话 发酵效果不容易好 那么现在我把这个 拿出来 拿到这个一个 盆里面 拿到这个里面 现在的动作还是热的 趁着这个热的 但是又不要太烫 拌的拌的就不会太烫了 因为豆豉的这个最佳温度 它是看一下 它是38到42C 也就是说 108F 所以这个不能太凉了 也不能太烫 也是不行的 都会把那个 starter把它 kill了 让这个菌种无效了 都不好 那么今天我是用这个菌种 它叫这个 纳豆发酵剂 纳豆 starter culture 对吧 它总共是1.5g 1.5克 我今天的这个豆子的干豆干豆子做的时候是一杯半 我觉得我用一半的量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也是估计了 因为其实 豆的这个发酵 其实我完全不用starter 我也可以做的 但是所以用了starter以后 就更加的保险一些 也方便一些 新手的话可以try 这个online就可以买到 you can get it online 用一点点 温水 然后把这个 starter 倒在里面 余下的我可以下一次再用 放在这个袋里面 封好 然后把它调匀 用一点点水把它调匀以后 因为真的豆子比较干嘛 粉的话怕它拌不匀 所以先放在水里面 把它这样融了以后 再拌 比较好一些 均匀一些嘛 整个过程啊 包括你这个前面的煮的蒸的过程 这个做豆豉不能蘸油啊 更好跟做很多别的事情一样的 不能蘸油 蘸了油以后 它就有其他的菌在里面了 就不太好了 好了 那么这样我们把豆子把它 和在豆子里 要充分利用一下 拌匀 这个时候的豆子还是有温度的哦 煮出来以后 稍稍的停了一会儿 我们说了嘛 它的最佳温度是 三十二到三十八到四十二 C 摄氏度 那么现在 现在呢 我这一次呢 我打算把它放进这个 啊 啊 啊 油格 美可 这个做酸奶的这个 啊 小鸡鸡 这个罐子里面啊 啊 来做 注意到啊 我看到 你看到这个地方写的啊 酸奶它的 发酵的温度是四十二到四十四 C 对吧 这里是108 to 112 Fahrenheit 那么豆子的温度是三十八到四十二 C 也就是说 100 to 108 Fahrenheit 那么 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数字啊 就是酸奶的啊 温度的 bottom line 刚好是这个豆子的温度的top line 在这个啊 在中国有机器的时候的话 这个是两个档 对吧 嗯 酸奶的这个温度要高一点 那么酸奶的这个温度的这个底线 刚好是这个 豆豉的这个发酵温度的这个上限 哎 我一个豆豆跳到这个里面 好 那么我这次呢 因为这个很多人家里面都有这个 酸奶的机器哈 在美国 我利用过 然后这次我把这个数字 找出来了 那么更能够说明问题一点 就是说我用酸奶的这个 这个发酵的这个小机器啊 因为我们没有几个档的 专门for那个豆豉那一档的那个机器嘛啊 国内有的几档 刚好有一档就可以做纳豆 对吧 那么我就用这个酸奶的这个机器 我现在放进去了 对吧 那么酸奶应该怎么样呢 酸奶本来是应该有这个盖子第一层内盖盖上 这个锁住 用这个勺 对吧 锁住不要沾油 所以它勺也是背在这儿的 做算的呀 做的一样的啊 一个勺刚好锁住它 然后上面 还有一个这个外面的这个盖子 再把它盖住 然后插电 对吧 这个是Electronic 是插电的 那么 然后它这个上面吧 我这个外盖的上面吧 你看到啊 它这个上面也有一个这个数字的这个显示 看到没有 从这个1 然后一直到12345678910 there is a range for temperature so 1 2 12 这样子的 所以它也是 adjusted the temperature 看那个温度也是可以调的 对吧 那么我的我要的只是它这个的底线 作为豆尺的温度的最高线 所以我决定利用这个机器 嗯 很方便嘛 可以利用起来嘛 嗯 但是我让这个上面这个外盖 我就不盖 让它温度降低一点 对吧 嗯 然后我甚至可以 它温度上来以后 我把里面这个盖子 这个地方不锁住 以后 然后还可以让这个盖子 是续开来一点点的这个 露开来一点点的缝对吧 对吧 然后还可以 啊 fermenting temperature so I use this way this time 然后其他的都一样 我先把它盖住 然后采取这个 you know partially cover 这样的 把它留一点点缝 这样就降低一点温度这样的 所以把这个酸奶的这个机器给利用一下 然后它的温度的低到低的那个底线呢 其实我知道了 就是比这个低很多的温度 豆豉 豆制品的发酵 它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发发起来的那个自然界啊 嗯 在room temperature 也是可以做到的 稍微给它保暖一点 那么我这次我就用这个酸奶的呢 来做一次视频 呃之后呢 我会继续的 嗯 报道它的发展 第二天什么样 呃 我上面的这个盖子 怎么怎么样的 那么它的里面情况怎么样 然后多久时间好 但这个也不是一个非常的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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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erature for how to use this machine and to match the needs of the soybean fermenting OK 谢谢你的观看 我会继续做follow up updates Bye bye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My fermented soybean is ready 大家好 我的豆豉的发酵 这是 in the yogurt machine Yogurt maker It's ready We are checking 我放在这个Yogurt maker里面 We talked about the temperature for making yogurt a little bit higher than to make the fermented soybean So I leave this lid partially open And also I can adjust this See now it's on right So I do this Sometimes off And sometimes on A couple of times just to make sure the temperature a little bit lower is good for the fermented soybean And you know it's very simple machine the winter time right now today is Christmas day winter time you know the temperature won't reach that high This is the for you know warm place and this is individual separated So if I leave the lid partially open the temperature will be lower That's the way I'm using this machine Machine 对 这个冬天的话温度其实达不到那么高 我用这个办法的话 就是有时候把那个电源拔掉 有时候把那个电源插上 有时候把那个电源插上 有时候盖的时候的话露一点点空的话 所以它的温度的话就是完全没有问题做这个豆豉 可以利用这个酸奶的小机器来做这个豆豉的豆豉的发酵过程 好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取了 我拿到桌子那边去 看我们取了以后怎么办 Now we move to the table And check inside Actually I checked I'm going to show you OK看一下 打开这个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勺 上面有一点点这个白的这个蒙是完全正确的 是豆豉的豆豉发酵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结果 不可以有任何别的颜色的美 或者是长长的毛啊什么都不是这一款 只有这个白色的这个一点点这个蒙 Yeah this is normal for a little bit like matte finish things Yeah but no other colored things OK现在我们来搅一搅看有没有那个悬丝呢 看它那个中间哈 看到没有 这就是发酵完毕了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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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豆豉发酵的正常发酵 看到没有 看到了哈 这就是发酵完毕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往里面搬一些我们需要搬进去的东西 Yeah now we need to put the flavor Yeah also this like a string looking things Is the very normal and the successful You know the fermenting results For this fermenting bean 看到没有 效果非常的好 OK OK The essential things we need to put is salt Just this especially easier to scrub things And the ginger root chopped sliced In Chinese way Soy bean is cold So we need to put some ginger root This is warm hot For yinyan balancing cold And the warm need to be together Otherwise Too cold Not good Too hot Too warm Not good Need to be balanced 好 豆豆是比较凉的 豆制品也是很凉的 所以呢 就放一些这个 暖的东西在里面 就像我们吃螃蟹的时候 蘸螃蟹的时候 总是用姜一样的 螃蟹是凉的 海鲜是凉的 好 那这样就拌好了 This is a very traditional way to use ginger and salt If you want other things to do You can put 很多人用 You know some mixed Mixed spice Some things Chili things Spice Spice things And Or garlic Or onion Everything You can Stir And put it And you can eat right away It's ready to eat Or you put it in the container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can use it for sauce Or stir with You know My husband like to Eat this with okra You know Cut in the small cube okra And stir them together You put some red chili You put some red chili It will be beautiful Okay We can add anything Later Only those essential things First And put it in the refrigerator It will be for like 10 days 10 to 15 days 2 weeks With no problem If without Stir anything Just put in the ziplock bag Put in the refrigerator It will last for months And take out Any flavor you want You can do it Before eating You decide each time You know Different flavor And this case I use this Yogurt machine To make it And It tastes I mean It takes One day One whole day About 24 hours It depends You know The temperature Higher Or lower And Last time I also Did The other version Of To Just put in The container And Put in The My oven So No It didn't set Any Temperature Didn't set any So The temperature A little bit Higher Than The winter room Temperature But much lower Than the temperature For a yoga machine For some setting For some setting For the Fermented Bean And It takes It takes About 3 days And Also Wonderful So I just let you see Now what is done You can check Okay And This is This is the way done With lots of stringy looking things When you pull it You stir it And And On top It's a little bit like a matte finish things The white Transparent white things A little bit That Means Fermented Process It's Done Up It's Ferent It's iku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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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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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